尽管为能场面上占尽优势,但最终却不得不在主场身或一场心有不甘的情局。 此意,从横带转头和能建立的王胜仁,立法封门,在新东加球队中,重新证明了自己。 孝贤,建立主帅王榜山表示,王胜仁刚刚加门,其状态恐怕还不能立即参加比赛。 但是,这其实是王榜山碰的优势代,王胜仁不仅出了场,还得到了首次出场的机会。 等待贺王月至胜的王胜仁,拼抢积极,攻守两分都表现不错,尽管只打了五十六分钟, 但是却交出了一次解围,一次抢队,一次顺门,以及一次助攻的骗弹数据。 第二十五分钟,王胜仁直接策动了和能建立的一次进球,他从后场带球,一力刷到全场,然后一脚长船,找到点阵风险的包所哥,后者追求之后,杀利进区,赶到极矮风底之前,直接一脚进射,会建立打破将军。 当所哥这个进行,王胜仁的长船入宫,可恶功不可磨。 刚刚过去的东窗转会市场,王胜仁成为恒大清洗的对象,前几个相继,他竟然在斯科拉里挥笑得到了重用。 但是,却美美表现不佳,成为琴瑜和美体吸烈的对象。 等到斯科拉里离任之后,采访了罗津贵恒大的叫边,王胜仁就彻底沦为了恒大的板凳球员。 2018赛季上半程,他仅仅代表恒大赛中超出场了十多分钟。 下半赛季,他则被恒大虽借到了他的家乡球队和能建立。 虽借到建立之后,王胜仁表现不错,成为了球队2018赛季打局成功的重要号将。 但赛季结束足迹也罢了,他就又回败了恒大,不幸成为恒大端穿换血阵人的调整对象。 如今,加盟河南建立的王胜仁,可谓依承在恒大的欲闷和阴谋。 在竞争力不强的建立,照耀了脚针。 而他今天下午的表现,也像我们完美前似的树南斐人能和这句俗语。 而他的前部有时心,如果看了他这场的表现,一定会羡慕不已。 因为时心坚持留在恒大,但由于恒大队列竞争激烈,他几乎毫无任务之地,只能在恒大枯错板凳。 则能看客,两场中超,仅仅出场了八分钟。 地底之下,他怎么不羡慕王胜仁。